小新今年11岁,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,但是村里人每每提起小新父亲结婚时的场景,还是觉得很气派。 小新的父母结婚结婚12年了,结婚时,小新的父亲盖了一所,当时全村最好的房子,租了个好车,风风光光的将小新母亲取回了家,但是由于房子盖得太匆忙,虽然美观,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屋顶的烟筒盖得不对,也就是说,每次小新的母亲做饭,烟都不会完全通过烟筒排出,总有一些烟进入屋内, 呛得小新母亲咳嗽连连,正在写作业的小新也常说太呛,被烟熏的眼睛都火辣辣的,因为烟痛的原因,小新母亲也经常与丈夫商量,说要改造一下烟道,小新的父亲听说了,也觉得是大问题, 但是每次都说过段时间再改,结果一拖再拖,拖了12年,前段时间,小新在上课的时候忽然说肩膀痛,并且大哭起来,老师见状也吓得够呛,急忙叫来小新家长,将小新送到城里的医院, 然而经过检查,医生发现小新小小年纪,竟然患上了肺癌,然而还没来得及通知小新父母,医生发现小新的母亲也一再咳嗽,也建议小新的母亲做一下检查,结果显示,小新的母亲也患了肺癌,一家三口母子同患癌, 父亲听说了,不能接受这个现实,哭得撕心裂肺,问医生怎么会这样,医生询问了小新一家的情况后,叹了口气道,每天吸那么多烟,那都是最伤费的致癌物,啊,小新的父亲听说后,气得回家直接就要拆房子,被邻居们拉住后,坐在地上又是一顿大哭,说都怪自己当时懒,现在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, 医生,引起肺癌的四大外界因素,一件都不容忽视,一,大气污染室外大气污染,是肺癌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,在污中工业城市大气中,存在三、四本病皮,氧化压身,放射性物质,镍,各化合物等致癌物质,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中,居民每天吸入空气,的本病皮量可超过20只止烟的含量,并增加止烟的致癌作用, 二,厨房油烟器当使用油加热到250度时,会出现大量油烟器,而传统的中国式烹饪方式油温,都在260度以上,厨房油烟中含有本病皮,挥发性亚硝酸,杂环类一致的致癌物质, 三,烟尘质也供应生产,中接触与肺癌发病有关的特殊物质,有失眠,深,个,本皮,煤胶油,三绿甲米,烟草的加热产物及油,雷等放射性物质衰变时产生的冬和冬紫器,电力辐射和微波辐射等,这些因素可使肺癌的发生危险性增加3到30倍, 四,烟草烟器男性肺癌中的80%和女性肺癌中的79%归因于吸烟,烟雾中的尼古丁,本病皮,亚硝岸和少量放射性元素,脱等均有致癌作用,尤其抑制磷癌和小细胞癌,另外,二手烟的危害也同样不容小觑,如何预防肺癌? 一,尽量不处在烟雾环境中控制和禁止吸烟,改善工作场所的通风环境,减少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,改造生产的是一流程,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,在粉尘污染的环境中工作者,应戴好口罩或其他防护面具,以减少有害物质的吸入,雾霾天气出门,也要戴好口罩。 二,喝清肺,养肺茶,如今正值秋季,秋季是养肺的最佳时节,秋季养肺,效果更好,养肺茶可选尾身茶,尾身可制咽干舌灶,对肺因虚所制的干咳哨痰,咽干舌灶,对肺结和咳嗽等,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,并且可以生津止咳,提高免疫力,将尾身,结梗,蒲公英,玉兰根搭配制成尾身结梗茶,养肺效果更好, 结梗具有宣肺,驱痰,沥烟,排浓等功能,猪肢咳嗽痰多,咽喉肿痛等症状,本草通玄说,结梗之用,为其上入肺精,肺为主气之脏,故能使朱气下降,使俗泥类上升之际不能下行,施其用以,蒲公英具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,能够消除口腔炎症,有广普杀菌的效果, 是八大金刚之一,玉兰根可清热解毒,利尿消肿,增强免疫力,还可以护肝排毒,改善血液循环,此次者搭配,对润肺沥烟,生津止渴,对慢性脂气管炎及慢性溃疡,有一定的预防与治疗效果,非常适合吸烟者作为代茶饮饮用, 三,饮食方面在饮食方面也有一定的禁忌,吃一些高蛋白,营养全面,高维生素,低脂低盐的饮食,激烟,酒,减少摄入即辛辣刺激性食物,葱,蒜,姜,花椒,等,少吃一些油煎,烧烤等热性食物,应吃一些赋予营养,维生素多的新鲜蔬菜和水果, 要时刻保持精神愉快向上,不能为一些小事而闷闷不乐,四,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,创造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,尽量减少环境污染,大气污染是一个重要的致肺癌因子,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,应尽量改进室内通风设备,这就需要我们共同来努力了, 平时可以在清晨,或者去公园,等空气好的地方坐坐深呼气,大笑几声也可以宣废,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,谢谢 感谢你照顾? realida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